朋友们大家好 这节课我来给大家讲解一下 React中的组件 组件就是页面上的一部分 我们可以看这样的一个例子 左侧是一个网页 右侧是一个对应的组件图 我们可以把一个大的网页 拆分成很多小的部分 比如说标题部分 对应一个组件就是标题组件 搜索部分 对应的组件就是一个搜索组件 而这个搜索组件呢 我们可以进一步的拆分 它是由一个input框和一个button组成的 所以你还可以继续的 把这个搜索组件拆分成两个小的组件 一个是input组件 一个是button组件 我们再往下看 页面上的很多内容区域 其实我们都可以把它拆分成 一个个小的组件 所以一个页面最终就被拆分成了很多个组件 一个页面很复杂 有的时候我们很难编写 但当我们把它拆分成一个个小组件的时候 我们再来维护这些小组件就比较简单了 这就是目前我们经常说的前端组件化的一个概念 好了 有了对组件化概念的理解之后 我们来看一下 昨天我们写的代码 大家可以看到这个时候我们只有两个文件了 我们打开index.js index.js是整个程序的运行入口 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这样一句话 import app from app 它的意思是 我加载一个app的文件 那其实在react之中 这个app就是一个小的组件 那我们来看react之中定义一个组件是什么样的 app来自于app.js这个文件里面 大家可以看到 这就是一个最基础的react组件的定义 那我们看react组件是如何被定义的 这里呢 大家可以看到 这个component呢 比较难懂 这是一个es6的结构复值 我可以先把它去掉 它等价于下面的这种写法 react.component 好 当我们定义一个react组件的时候 我们看我们是怎么定义的 首先我们通过es6的写法定义了一个类 这个类呢 继承了react下面的component这个类 所以呢 当一个类继承了reactcomponent这个类的时候 它就是一个react的组件了 是不是非常的简单 所以在react组件的定义的时候 大家只需要让一个类继承reactcomponent就可以了 我们接着往下看 这个组件里面会有一个render方法 那这个方法需要返回一个内容 这个内容是什么呢 我们说组件是页面上的一部分 那这部分到底显示什么 它显示的内容就render函数来决定 render函数返回什么 那么这个组件就展示什么内容 我们render函数返回的是helloWorld 所以这个组件显示的内容就是helloWorld 然后我们把这个组件通过exportdefault这种语法导出出去 这个时候呢 我们在index.js里面 恰好又引入了app这个组件 那么我们整个程序就可以把这个app的组件显示出来了 我们可以看一下效果 在命令行里面进入我们的文件夹 我们运行 把这个删掉 npm run start 这个时候 页面上就显示出了helloWorld 那我们呢 可以把它放大之后 回到我们的代码里面 稍微改一下app.js 我们呢可以写一个hello del.ly 保存 这个时候回到页面 你的页面内容就变成了hellodel.ly 为什么会变呢 原因就在于你首页引入了一个app 组件 而这个组件呢 显示的内容就是hellodel.ly 这样的话你的页面就会跟着变了 OK 那讲到这呢 大家对这个文件就应该有所了解了 实际上它就是一个定义组件的文件 那组件呢是通过类继承react.component 这个积累来去实现定义的 好了 那回过头来 我们一开始的代码并不是这么写的 我们是这么写的 component 好 import component from react 那实际上这个component就等价于下面的一种写法 component等于react.component 好 我可以把这呢写的更具体点 import component from react 实际上它等价于什么呢 等价于 import react from react const component 等于 react.component 所以大家可以看出来 上面这一句话等于下面这两句话 那么如果你使用上面这种写法的时候 这里你就不必写react.component了 直接写component就可以 好 那我把这一段话注视掉 这样的话就变成了我们最初的代码 所以通过这个例子 我们给大家简单的讲解一下 ES6里面结构复值这块的内容 好 先把它删掉 我们恢复到最原始的代码 那么回过头来 我们回到index.js里面再来看 在这里我们知道了 APP是一个组件 我们在项目之中呢引入了这个组件 那我们接下来看react.dom.render 在做什么 react.dom 是一个第三方的模块 它呢有一个方法叫做render 这个方法呢可以帮助我们把一个组件 挂载到某一个dom节点上 那这里我们把APP组件挂载到了 id等于root这样的一个dom节点下 那我们看是不是这样了 进入到我们之前的这个网页之中 刷新 然后到控制台里面 我们查看元素 大家可以看到 你的这个hello.del.ly 是不是就被挂载到id等于root 这样的一个dom节点下了 好 为什么我们要把这个APP模块 或者说APP组件 挂载到id等于root这个节点之下呢 我们打开public目录 大家还记得我们有一个index.html文件吗 这是我们工程的一个html模板 在这个模板里面 我们有一个div它的id等于root 那它就是我们整个网页之中的内容部分 我们把所有的内容都放在 id等于root的这个div标签之中 然后这些内容是由谁生成的呢 是由react生成的 我们现在生成的一个内容 就是APP这个组件 那我们呢把这个组件 挂载到这个root节点下 那么在这个root节点之中呢 就会展示出我们这个组件的内容了 好 这就是reactdom的一个 它的存在的一个意义 它呢主要把我们的一些react生成的组件 或者内容 挂载到页面的某一个节点之下 让它显示出来 好 讲到这呢 大家应该知道 下面这三行代码的作用 那么我们为什么要引用 react呢 好 乍一看我把它去除掉 下面呢 也没有任何的地方用到了react 好像代码应该不报错 但是我们保存一下 到网页上刷新 这里面会提示你 failed to compile 叫编译失败 那为什么会编译失败呢 我们来给大家简单的说一下 大家可以看到 当我们用reactdom 去展示我们组件的内容的时候 这时候我并没有直接写这个 APP这个组件 而是把它像 标签的形式一样 去进行显示 那这种语法呢 其实我们把它叫做 gsx语法 那后面的课程之中呢 我会给大家详细的讲解 gsx这套语法 如果你在你的react项目之中呢 使用了gsx这种语法 那么你就一定要在对应的文件里 引入react 你不引入react这个时候 它是没法去编译这种gsx语法的 大家呢 一定要记住react里面有一个 gsx的语法 这一点非常的重要 好了 那知道这一点之后 我们就知道了 这四句话分别负责什么 它们各自存在的价值 回过头来 我们再打开app.js 这里面大家应该知道了 它这个react的作用是什么 乍一看呢 我们可以不引入这个react 因为后面呢 好像你也没有看到 哪个地方用到了react 但是你不引 我们打开我们的网页 刷新 它依然会提示编译不成功 好 同学们可能会想 这里面并没有用组件啊 好像并没有jsx的语法啊 大家来看 这里面我们用了一个标签 那大家可能觉得呢 这不就是html之中的dome标签吗 实际上不是的 在react之中 render函数里面的这些标签 其实也是jsx的语法 那只要是jsx的语法 你想让它在react之中 能够正常的运行 那么你就一定要引入react 通过react 来对这个jsx语法 进行编译识别 这样的话 你的整个代码 才能编译成功 运行的起来 好 保存 我们回过头来 再到网页上刷新 这个时候 Hello Dell Lee 就正常的显示了 它就不会提示任何的错误 那讲到这里 我们应该知道index.js是程序的入口 它引入了react 引入了react-dom 引入了一个组件 通过react-dom 把这个组件显示在 id等于root的这个标签下面 然后呢 因为这里用到了jsx的语法 所以你要引入react 好 再看app.js 它就是一个react的组件 这个组件里面呢 返回了一些内容 因为它是一个react的组件 所以它必须引入component 这个组件 去组成它 才可以生成一个react的组件 所以它是必须引入的 那因为这里面 我们又用到了这个jsx的语法 所以这里面 你也要引入react 好 讲到这里 大家应该其他的点都清楚了 唯独一个点不太清楚 就是jsx 那么下节课呢 我会给大家讲解 jsx里面的一些基础内容 那在后续的课程之中呢 我也会不断的给大家 扩充jsx的语法 好 这节课就到这里 大家加油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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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